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入境吗 你等我 你等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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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面膜是分两层的 然后里面的精华液感觉还是蛮多的 这个面膜是有点小 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感觉它的这个好像 这个洞孔不是很科学的 觉得眼睛和嘴巴这个洞开得有点小 面膜的大小的话就还可以 跟我的脸差不多大 那么我们敷15分钟看一下效果 15分钟的时间到了 然后我已经把面膜去拿掉 所以现在是洗了一个脸 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15分钟贴完的时候 就是有感觉到就是面膜有点发干 然后就感觉精华液好像也不是那么的足 就是可能如果你想贴半两条之类的 它就会非常干了 我现在打完第二阵疫苗已经火热了 我现在打完第二阵疫苗已经火热了 可以看到这里是还有一小丢丢的血 现在是没有任何的感觉 可能会过一两天才会有一点 比如说低烧之类的 因为我上次打完第一阵疫苗的时候 也是在第二天有一点低烧 就是觉得头有点不舒服 但是37度就还好 我也就只是睡了一天 就完全就没有任何反应了 那么第二阵呢 可能会比第一阵反应更大一点 但是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去打疫苗的话 它是会给你一个表 然后这个表上就会讲说 24小时之内不可以喝酒 然后打完疫苗的一周都不可以做剧烈运动 就比如说不可以游泳啊 不可以骑车 或者是不可以做那种competitive sports 它这个上面就会有血 但是比如说走路啊 或者是做一些家务之类的还是可以的 而且去打疫苗的过程呢 就比较简单 就是我会选择就是在家附近的community center 你也可以选一些医院或者具体的诊所 你去了之后就会先scan in 然后registration 那个护士它就会问你很多问题 就比如说你有没有药物过敏史 或者是food allergies 或者是说你最近的一段时间有没有吃其他的药 还有就是有没有在打这个疫苗的同时打其他的疫苗 或者是你过去的24小时之内有没有发烧 有没有觉得shout of breath 闭不上气或者不舒服 它都会问得非常详细 然后它就会如果是女生的话嘛 他就会跟我再三确定 我是不是single是不是单身 然后有没有就是怀孕这种呢 所以他就会确定的非常仔细 然后你下一个step呢 就是去排队打针了 然后打针是非常快的 就是人家给你再询问一遍 就是说那个医生他会给你再次重复 你是不是有什么药物过敏史啊 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不舒服 有没有其他打其他的百姓之类 他会再给你confirm 我觉得新加坡这也是做得很好 就是他会给你double confirm 前面那个护士我完了之后 后面的医生还会再问你 就是当真正给你打针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dun拿出来一支 就是我第一针的时候是一个小药瓶 就是fizer那个小瓶 他会拿一支针 然后把那个药这样抽出来 那么我打第二针的时候呢 他就直接就是那个药 已经在那个针管里面了 所以他就dun打那个针管 然后就给我呲这样炸下去 其实是不疼的没有任何感觉 然后就好了非常快 应该就是三毫升左右 打完之后他就让我这样子 摁着两分钟 因为就是这边就有点点抽血嘛 摁两分钟 然后就在外面再等半个小时 就这半个小时呢 是个观察期 就是观察下你没有没有什么突然的心脏病啊 或者是非常的不舒服 shut off breath 然后突然晕倒之类的 然后如果过了这三小时 过了这三十分钟的观察期 你没有任何事情你就可以走了 然后走的时候呢 就是他就会给你发一个cert 就跟你讲说你已经是fully vaccinated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就是正面这个是我的cert 然后你也可以download就是下载一个app 然后上面会有你的e certification 我觉得做的还蛮不错 那么我第一次打完第一针的时候呢 他是有个给一些free gift 就是在五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是新加坡的一个 就是country level的vaccination program 所以他给东西就是会比较多一点 就是给了我这样一大包的五十片的那个口罩 然后当然是每个人都会给瓶水啦 就是让你害怕你就是detachity 所以一定要多喝水 还有就是sanitizer 这是第一次的时候他给我的 我都没有用 现在加了sanitizer简直太多了 那么第二次就是我刚刚打完疫苗之后 他就给了我一个一片的口罩 但这个应该是reusable的 就是这样子 这种一片式的口罩 然后又给了我一大瓶 就是hand sanitizer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就是而且现在就是如果你去打疫苗的话 也可以打车就是gojack 他有一个program 就是你可以给你to free offer for你去打疫苗 只要你的pickup point 或者是你的destination 是说这种community center 或者是hospital之类的 就是indicated 你是去打疫苗的 所以你的这一段路程就是免费的 所以我刚才就是去打疫苗和回来到家 都用的是gojack 然后就是免费的啦 原来他的这一波营销做的还是不错的 ok好 那这个礼拜的视频就正先这样啦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